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進入新年後 川普開始為競選2024年的共和黨總統提名做準備 不僅即將啟動週期競選團隊 而且尋求恢復臉書帳號 甚至可能重返推特 通過社交媒體平台施展影響力 與此同時 國會共和黨人對拜登機密文件的調查碰到了軟釘子 一名前聯邦檢察官根據美國憲法給共和黨出招 我們先說川普總統的近況 1月18日星期三 川普發布了一個不到3分鐘的視頻 宣布一項競選承諾 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將禁止中國公司或中國公民在美國購買農田 或者擁有電信、農園、技術和醫療用品公司 川普說 中國正在購買我們的技術 他們正在購買我們的糧食供應 正在購買我們的農田、礦物和自然資源 他們正在購買我們的港口和航運碼頭 但在拜登家族這樣的腐敗勢力的幫助下 中共甚至正試圖買下美國能源行業的支柱 川普指出 雖然有些人專注於中共 在發電廠和軍事基地附近的收購 但事實上 我們應該非常關注中共在美國的所有活動 正如我們長期以來所說 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他說 中國不允許美國公司接管他們的關鍵基礎設施 那麼 美國也不應該允許中國接管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 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 我們需要對中國 在美國的任何基礎設施的所有權制定積極的新限制 包括能源、技術、電信、農田、自然資源、醫療用品和其他戰略性的國家資產 川普警告說 美國還應該停止中共在這些重要行業的所有採購 並且應該開始迫使中國人出售任何使美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現有持股 如果不這樣做 美國就將被中共擁有 川普說 當我成為總統時 我將確保美國的未來 任人牢牢掌握在美國人的手中 就像我以前當總統時一樣 這將再次發生 我們的國家將被以往更加強大 自去年11月宣布第三次競選後 川普一直保持低調 但在幕後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促使中院共和黨人支持麥卡錫出任新議長 現在 川普開始著眼於組建在各州的競選團隊 第一個啟動的2024年競選團隊將在南卡羅來納州 南卡是共和黨舉行全國最早的初選州之一 對往後的選舉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川普將在1月28日宣布 他的南卡羅來納州競選團隊啟動 共和黨資深參議員格萊厄姆和州長亨利·麥克馬斯特將出席 格萊厄姆搖擺不定 但與川普走得比較近 不過 出席名單上沒有提到 南卡州的聯邦參議員蒂姆斯科特 路透社報導說 他與前州長亨利預計將競選黨內初選提名 與川普一爭高下 此外 根據媒體報導 川普競選團隊已經向臉書的母公司Meta提出 恢復川普總統的賬號為競選2024做準備 川普此前曾說 他將專注於真相社媒平臺 對重返推特不感興趣 現在 川普正在申請回到臉書 並計劃回到新解封的推特賬號 據NBC報導 星期二 川普的競選團隊寫信給Meta說 川普總統在臉書的賬號被禁 極大的扭曲和抑制了公共話語 Meta將在半月底的常規會議上 審議是否恢復川普的臉書賬號 在2021年1月6號事件後 臉書和推特都禁止了川普的賬號 馬斯克收購推特後 已經恢復了川普的賬號 但川普還沒有發過推文 一名接近川普的共和黨人說 川普很可能會回到推特 實際上 已經說了好幾週了 川普的競選團隊甚至在討論第一條推文怎麼寫 但話又說回來 川普將做什麼 說什麼 或者什麼時候說 川普自己說了算 川普的推特賬號擁有8770萬粉絲 在臉書也有數千萬粉絲 在他自己的真相社媒上 現在擁有480萬粉絲 要競選總統 在主流媒體不友善的大環境下 川普利用社媒平台發聲 無疑是一個好的選擇 接下來 我們來看看 國會對拜登機密文件案的調查情況 中院監督和萬州委員會主席傑姆斯科莫 寫信給白宮和特警局 索要拜登在特拉華州 唯有名段家的訪客日誌記錄 因為在這個房子的車庫和書房裡 都發現了拜登 在擔任副總統時期的機密文件 科莫想從訪客名單著手 開始調查 不過 科莫碰到了軟釘子 白宮聲稱 拜登在特拉華的家是個人使用 沒有訪客記錄 特警局也是同樣的說法 拜登在特拉華的房子究竟是他個人的 還是也用於公物? 福克斯新聞揭示了白宮自相某段的說法 白宮聲稱 拜登的這棟房子沒有訪客記錄 因為該住宅是個人使用的 但是 白宮曾經公開說 拜登在特拉華的房子用於公物 而且 拜登也曾在威有名段的家中 與參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和參議員喬曼清會面 2022年2月25日 時任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就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拜登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工作 因為總統的裝備就是這樣的 當時 拜登正前往特拉華參加一個家庭成員的追悼會 福克斯新聞翻出普薩基這段話 是因為本週一 白宮法律顧問在解釋拜登威有名段住所不存在訪客記錄的原因時說 拜登在威有名段的住所是個人行為 特警局也說 他們不知道誰去過拜登家做客 針對這個說法 前聯邦檢察官安德魯·麥卡錫撰文說 不要相信特警局查清真相是國會的工作 這名檢察官說 假設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針對總統的威脅 並且其中一條相關的調查線索涉及弄清楚 在過去23個月的某個時期中 誰曾經訪問過拜登在特拉華州的私人住宅 如果聯邦調查局告訴特警局 獲得這樣的訪客信息至關重要 你真的認為特警局會回應說 哎喲 對不起 我們沒有保留這方面的記錄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因為特警局負責保護這些私人住宅的安全 即使拜登本人不在現場 但是 面對國會的調查 白宮和特警局都打太極拳 因為國會獲取與拜登錯誤處理機密信息有關的細節 肯定對拜登極其政府不利 麥卡錫認為 這是國會共和黨人要吸取的教訓 不要依賴白宮或拜登政府的好感來獲得這些細節 畢竟 人們剛剛開始了解到 司法部讓拜登自己的律師搜查他的住所 以尋找機密文件 麥卡錫說的是 華爾街日報星期三的報導 一些現任和前任執法官員說 拜登的私人律師在拜登的特拉華的家 和在華盛頓賓夕法尼亞拜登中心的前辦公室搜查機密材料 司法部拒絕讓聯邦調查局特工到現場監督 麥卡錫強調 這一教訓 尤其應該引起眾院共和黨人的共鳴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擁有了傳票權 不過 目前媒體和民主黨人已經說 國會傳喚證人並就拜登不當處理機密文件的問題進行聽證會 這將干擾司法部長親自挑選的特別檢察官的工作 那麼 在美國的憲法體系中 在三權分立下 對總統的不當行為進行調查究竟是由國會去做呢 還是應該由司法部任命的特別檢察官去調查呢 麥卡錫說 在美國的憲法體系中 對總統的不法行為進行調查的是國會 而不是為總統工作的檢察官 事實上 憲法制定者們對由檢察官來調查總統感到困惑 在18世紀末 當憲法首次生效時 幾乎沒有任何聯邦執法部門維持治安和起訴是各州保留的權利 第一屆國會規定了一個總檢察長 主要是作為總統的法律顧問 並在法庭上為政府的民事索賠施加壓力 直到1870年 司法部才成立 聯邦執法直到20世紀的激進時代才急劇擴張 華盛頓的影響力才急劇擴大 並且喜歡建立官僚機構 對美國人的生活進行微觀管理 包括過去屬於各州執政範圍的大部分內容 換句話說 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 社會動盪加劇 聯邦政府的權力不斷擴大 不斷改變憲法體系下的大社會 小政府的格局 在這個過程中 司法部及其調查部門 比如聯邦調查局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而國會對行政部門的不法行為的監督變得越來越鬆弛 到水門事件時 出現了特別檢察官的創新 他們被描述為準獨立於行政部門的人 前檢察官麥卡錫指出 這是一個法律上的虛構 因為在這個系統中 起訴完全是一種行政權利 由特別檢察官來做也是如此 所以 總統作為最高行政長官 就有權解雇這種調查員 當時 尼克松總統就解雇了水門事件的檢察官考克斯 川普總統也經常說 要解雇通俄門調查的特別檢察官羅普特莫勒 隨著聯邦執法機構的地位上升 使美國的憲法制度發生了扭曲 當國會適度行使監督權力調查總統和行政官員的潛在犯罪行為時 特別是在民主黨政府 國會民主黨人就聲稱 這是阻礙檢察官的調查 可是 當民主黨控制國會時 民主黨人就不這麼說了 就像過去兩年 中院醫療特別委員會進行了積極的調查 自由使用傳票權 並要求司法部對不合作的人提出藐視國會的起訴 那麼 醫療委員會是否干預了司法部起訴900多名被指控翻有國會大廈暴亂罪的人呢? 麥卡錫認為 國會委員會確實有權無視司法部的要求 這是肯定的 國會的一個職能就是監督政府了解事實並讓行政部門負責 而美國人民通過他們的國會代表有權知道總統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 在拜登機密文件案中 拜登的所作所為是否可有被起訴的罪行現在並不重要 因為司法部的指導意見禁止起訴現任總統 也就是說 任何起訴都必須等到拜登離任之後 麥卡錫說 但是 共和黨議員必須進行公正的調查 他們不應該聽從拜登司法部的意見 他們應該發出傳票 進行聽證會 讓選民知道真實的情況 中議院監督委員會是否會發傳票 索取訪客記錄 可能要等到下個月才知道 委員會主席科莫留改白宮和特警局的截止日期是本月底 科莫的調查並沒有就此止步 星期三 他又致函賓夕法尼亞大學要求提供中國捐款者的清單 《華盛頓自由丹塔報》報導 在審查政府記錄後發現 自2021年拜登上任以來 賓夕法尼亞大學從中國和香港的匿名捐贈者那裡獲得了1400萬美元 這使得賓大從2017年以來獲得的中共捐款達到了6100萬美元 而最近曝光的拜登機密文件 至少有10份是在賓大管轄的拜登中心發現的 科莫說 至少有10名這個中心的員工現在是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 拜登本人從2017年到2019年在這個中心賺了90多萬美元 美國人應該知道 中共是否通過中國公司向賓大和賓夕法尼亞拜登中心提供了大量匿名捐款 從而影響了拜登政府的潛在政策 共和黨人的調查剛剛起步 過程中會發現什麼 我們拭目以待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